今天要给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方法,有句话说得好,是外者找理由,成功者找办法,十七世纪法国有一位名叫迪卡尔的哲学家,他把自己的方法写成了一本书,并把它写成了一本书,没想到,这本书一出,就震惊了当时的哲学界和数学界,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哪一种方法能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呢? 那么今天,伊诺带你走进这本书,一起揭开这方法的奥秘吧,迪卡尔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他有多厉害,法国人把他印在邮票上,迪卡尔是现代科学之父,近代哲学之父,解析几何之父,他虽然是三大教父之一,但是却一直单身,在52岁的时候,和一位18岁的瑞典公主传出了绯闻,迪卡尔生于法国,一岁丧母, 父亲在婚,谈谈方法,这本书是迪卡尔41岁时写的第一本书,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迪卡尔虽然是个哲学家,但也是个普通人,因此,了解迪卡尔,不仅仅是了解哲学家的哲学,更在于了解哲学家对于人生的思考。 迪卡尔所提到的方法论和处事原则,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你读了很多畅销书,比如项目管理,比如时间管理,但是如果你不认真的学习迪卡尔方法,当我第一次得到这本书时,非常惊讶,因为它非常薄,不足一百页,但当我翻开书时,更令我惊讶的是书里的内容。 不过,我想,如果你没有读过这本书,那么,你一定会关心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迪卡尔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第二,谈一谈方法,还有一句话,中国人很熟悉,叫我思故我在,这句话出自迪卡尔谈的方法,别着急,咱们一件一件的谈,为什么迪卡尔会写这本书? 迪卡尔生活在五百年前,当时经验主义盛行,学院的哲学是什么? 经验哲学是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结合的产物,它统治了西方一千多年,最初的目的是用古希腊哲学的逻辑来证明基督教的教义,到了后来,就演变成了一门空患之学,专门讨论那些虚无缥缈的问题。 到了后期,经验哲学甚至会讨论一些无聊的问题,比如一根针上能占几个天使,比如亚当有没有镀起眼,比如天国的玫瑰有没有刺等等,现在,我们的哲学家迪卡尔已经忍无可忍了,因此,迪卡尔谈到方法时,首先要做的是,就是向经验哲学开炮。 他给当时的社会把脉,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人们盲目迷信,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那时候的社会跟咱们现在的社会还是挺像的,比如狡辩,说什么经验哲学不行,那就来吧,迪卡尔的回答是,我来吧。 于是,他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先讲讲迪卡尔方法论中的理论,武器理性,然后再介绍解决方案,西方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重视方法,古希腊有亚里士多德工具论,近代有培根的新工具。 对于西方人来说,方法就像是一块敲门砖,帮助他们进入知识宫殿,因此,迪卡尔认为当时各学科的根本问题在于方法,基督教统治了将近一千年,这个西方人,已经养成了口无遮拦的习惯,任何领域的研究都必须假定上帝是第一先决条件,然后才能确定方法。 在迪卡尔对理性至上的追求中,理性成为他寻求方法的基础,让我们看看理性是什么,今天,我们把理性视为人类的一种品质,说它理性,意味着它冷静冷静冷静通情达理,但迪卡尔认为,理性有两种追求,一种是统一性,一种是基础,这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要讲的是统一性,所谓统一性,就是从同一个原则出发,前后一致一致,迪卡尔举了个例子,他说,如果每个人都想在一块空地上盖房子,结果就是东一栋西一栋,乱七八糟,而且房子的外观五颜六色,大小不一,户型也各不相同,可是,如果是一个人来制定计划呢? 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高档小区一样,这是一种理性的结果,理性的统一性要求的不只是外在的统一,而是内在的不矛盾,迪卡尔发现,当时的许多知识都是自相矛盾的,这就是不遵循理性原则的结果 其次,理性也是对基础的追求,这个比较好理解,我们常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理性热情的基础,理性不喜欢听大众的意见,也不喜欢什么都知道,却又不想深究 迪卡尔追求理性,喜欢逻辑数学与几何,他认为学问是可靠的,但后来他发现这些方法是错误的 逻辑的缺点就是只能证明已知的东西,比如三角形的三个角,黄色的三角形,等等 但是,三角形和黄色已经包含在三角形和黄金之中,这个例子告诉我们,逻辑只能保证我们已有的知识是正确的,却无法获得新知识 这里所说的逻辑主要指的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推理逻辑,现在我们有归纳逻辑,那是在迪卡尔之后,数学和几何学最大的缺点就是太抽象了 在枯燥的数字和图形时间分拨,并不能增加我们的经验和经验,那么,为什么迪卡尔写了那本书呢? 正因为他发现,在研究中使用上帝这样的社会风气是行不通的,所以他打起了理性主义的旗号,把它当作对经验哲学开炮的武器 那么,迪卡尔到底说的是什么方法呢?这是第二个问题,我们刚才讲过,迪卡尔给出的方法有四个 第一,任何不清楚的东西,都不会被认为是正确的 第一种方法的关键在于明晰性,它是迪卡尔方法论的基本原理,也是他对真理的检验标准 请大家不要把这种明确的误解为一种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东西 而迪卡尔认为这恰恰是不明确的,那么什么东西才能被确定呢?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把每一个问题都分成几个部分来解决 第二个关键字是分解,迪卡尔在数学上的遭遇很深 这个方法其实是借鉴了数学,也就是所谓的化整为零 这一方法支配着自然科学的整个研究,因此它的影响是巨大的 第三,由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循序渐进 第三种方法的关键是顺序 它延续了第二种方法,分解是因为要解决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 分解之后,就可以化繁为简 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分解 次序很重要,不按次序分解的问题也不一定能解决 这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要分清轻重缓急 这个时候,迪卡尔特意叮嘱了一句 让所有不相干的东西都按照顺序排列 在生活中,有一些事情是有秩序的 这些秩序很容易被发现 但也有一些秩序是不容易发现的 或者根本没有秩序的 这就像是一本小说 一本哲学书,都是有顺序的 读起来相对容易些 但是哲学书,特别是一些会愤难懂的哲学书籍 读完一本书就会不知所措 这是为什么,因为哲学书中的顺序往往是有逻辑顺序的 很难发现,迪卡尔的这句话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当我们遇到一些杂乱无章的事情时 我们就会把他们安排的紧紧有条 有助于更快的了解他们内在的顺序 第四,尽可能全面的检查 不放过任何一个疏漏 第四种方法的关键是全面 做学问,包括做任何事情都要做到面面具的 才能有客观的说服力 但是请注意,迪卡尔所说的尽可能全面 当然是最好的,但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人的认知、阅历、生命的局限都是有限的 但是主观上要尽量做到全面 迪卡尔的教导包含了两个方面 第一,警告那些缺乏反思和批判精神的人 不要以为自己的知识是前无古人的 因为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 或者说,他还不够了解 第二点,鼓励人们谦虚谨慎 尽量做到全面,不要因为不能做到绝对全面 而放弃那些尽可能全面的努力 因此,迪卡尔有四种方法 清晰、分解、有序和全面 这四个原则都是迪卡尔用来扫除旧知识和获取新知识的方法 此外,他还制定了三个行为准则 迪卡尔发现,认识世界与个人修养有关 换句话说,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修养是分不开的 在今天的语境中,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 当今社会,屡少往来,文雅为重 人们似乎已经达成共识 研究自然并不需要太多的人文知识 只要懂得技术,掌握方法就行 其实,一个人认识外部世界的深度和他自己认识的深度成正比 那么,什么是迪卡尔的三大原则 第一,遵从国家和法律的风俗习惯 以身边最有智慧的人为榜样 遵循最中庸、最不偏激的意见 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说 我们要谦虚、要客观、要中立 不能把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习俗、法律 甚至是别人认为正确的观点 都加以否定,从而走上极端 这句话听起来平淡无奇 但迪卡尔之所以这么说,却是有原因的 迪卡尔提醒我们,思想革命要隐藏起来 不要露出马脚 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基督教统治了整个世界 经验哲学不仅代表学术权威 而且代表政治权威 像迪卡尔这样的人,满脑子都是革命思想 脑子里装的都是被迫害的东西 所以他不得不在头脑风暴中 装出一副普通人的样子 哲学家必须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我们要知道 迪卡尔目的是要把他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 和传统知识统统一扫而光 因此他对一切事物都抱有怀疑态度 包括当时的社会习俗、法律制度等等 作为一名学者 迪卡尔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妥 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 他做不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迪卡尔对一切都抱有怀疑 甚至怀疑我们所看到的世界 他怀疑眼前这个杯子是不是真的 如果用手指捂住眼睛 那就是两个杯子 我们看到的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 如果按照他的猜想去做的话 恐怕还没有弄清楚到底是一杯还是两杯 就已经渴死了 因此迪卡尔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他首先要提醒我们 思想上的怀疑和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补充突的 不要以为我迪卡尔是个虚伪的人 第二条 在行动中尽可能的果断 一旦选定了一种观点 不管他有多么可疑 他都会毫不犹豫的执行 就像他是那么可靠 这个道理其实并不难理解 因为我们今天经常讲 相信自己的选择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去说吧 迪卡尔之所以专门列出了这一点 大概是因为他性格多疑 优柔寡断 所以格外看重决断 认为关键时刻 哪怕走错了路 也比原地不动要好 至少下次我们做选择的时候 不会再有错误的选择 这首歌现在看起来非常实用 专制选择困难症 这第三条 永远只想战胜自己 不想战胜命运 只想改变自己的愿望 不想改变这个世界的秩序 告诉所有人 做不到 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虽然人们总是相信人定胜天 但现实确实施与愿违 凡事都要尽力而为 哪怕施与愿违 也要认清自己 今天要讲的就是准确定位自己 不要妄想 让心在无尽的欲望中煎熬 当我们意识到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改变自己 不受这个世界的束缚 过着幸福的生活 迪卡尔曾说过 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和反复思考 这句话传达了一种人生境界 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 就是不能做 不能做 不能做 迪卡尔的三大原则是 不走极端 果断果断 反求诸己 还有一句关于方法的话 叫我死骨 不管你们有没有学过哲学 都听说过 记得在武林外传里 吕秀才拿它开涮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句话来源于迪卡尔 也是他用自己的方法 得出的第一个哲学命题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 迪卡尔是如何得出这个命题的 迪卡尔虽然怀疑一切 但并不是为了怀疑 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 正如他所言 这是为了清理表面的灰尘 露出下面的岩石 迪卡尔一上来 就将这个方法贯彻的清清楚楚 经过长时间的怀疑和批判之后 迪卡尔突然发现 虽然我对一切都有所怀疑 但是有一件事却是无庸置疑的 那就是怀疑 根据迪卡尔方法论中的第一个明确原则 我认为怀疑是清除的 怀疑是思想活动 因此我怀疑就是我的思想 迪卡尔进一步推演 当我说自己实 我指的是实魔 我站的地方 是这个世界 还是身体 不 这一切都是假的 但这并不影响我的存在 但是有一件事是绝对不能少的 那就是我在思考 否则我将不复存在 可见 只有当你思考时 你才会感到存在 因此 迪卡尔得出结论 我思故我存 迪卡尔开创了一个新的哲学时代 在这一点上 他推算出了上帝的存在 迪卡尔这样想 既然我对一切都有所怀疑 那就说明我很不满意 如果我觉得不满意 那就说明我对成功有了某种看法 迪卡尔说 这个圆满的东西 就是神 在这里 我们可以用三段论把这个推论整理一下 大前提 上帝是圆满的 小前提 圆满的存在 否则就不完美 归根结底 上帝确实存在 在这里 迪卡尔认为 他已经用他的方法 阐明了自己的存在和上帝的存在 当然 在这两个前提下 证明世界存在的可能性也是合情合理的 谈谈方法 迪卡尔在本书的第四和第五部分探讨了物理学 天体 生物 甚至医学 一末不再介绍了 接下来 让我们看看本书的主要内容 为师摩迪卡尔写此书 首先 迪卡尔通恨经验哲学 因此他高举理性主义大旗 提出他自己的解决方案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方法的核心 迪卡尔有四条路 一条是明确的 三条是绝对不能走极端 必须要果断改变 什么叫我思过我在 还是说 除了在哲学史上享有圣语之外 这句话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何价值 对所有事物的怀疑都是为了获得不可怀疑的知识 然后他在这个基础上推论上帝是完美的 后人评价迪卡尔开创了哲学新纪元 简言之 他开创了人类中心主义哲学时代 在他之前 一般都是先推演 然后再推演 迪卡尔首先论证了人的存在 即我思过我在上帝和世界 因此 黑格尔称迪卡尔为近代哲学之父 康德 黑格尔 胡塞尔 海德格尔等著名哲学家都受到他的影响 从而开始批判和反思迪卡尔 好了 这本书就到这里了 明天见